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收看星步离 你知道世界上最性感的小岛吗 英国探险家库克向它比作太平洋的明珠 美国作家米歇尔称它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岛屿 这就是超豪华的世界顶级度假圣地大溪地波拉波拉岛 整座小岛由中间的死火山和四周的珊瑚环礁所组成 环道一周只有32公里 大片温暖平静的浅滩和蓝色泄湖之间 拥有难以置信的色彩分明的清晰隔断 波拉波拉岛不仅是世界级的潜水圣地 同时也是色彩缤纷的天然热带海底世界 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与温顺的黑旗沙共物 同时还可以与500多种热带海洋动物亲密接触 波拉波拉岛是地球上最无忧无虑的度假天堂 大多数游客来这里度假的目的就是放松 或在水无的甲板上休息 或骑上自行吃悠闲漫步 似乎洁白的沙滩 清澈的海水和明媚的阳光 在这里都已经不算什么了 波拉波拉岛也是几乎所有人都希望在他们的一生中 能够游览到的为数不多的人间天堂之一 这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地球上最后一片净土最奢华的世外桃源 波拉波拉岛只有夏季和冬季两个季节 夏天几乎每天都是阴天暴风雨 而冬季少雨则最适合旅游度假 这个热带天堂几乎没有任何危险的陆地动物 而最危险的可能就是掉落的椰子 波拉波拉岛位于太平洋上的法属玻利尼西亚 也就是法国的海外领地大西地 这里曾是二战期间美军的军事基地 如今耸离在小岛中央覆盖着繁茂森林的死火山 也是小岛上著名的旅游景点 美丽的泄湖围绕着火山周围 一条沙坝将泄湖与大海隔开 沙坝之外的珊瑚宝礁 几乎呈现出完美的圆环形状 波拉波拉岛一直被公认为是超豪华的世界顶级度假升低 因为在岛上度假一周的平均花费约为一万一千美元 这还不包括单程三四万人民币的机票钱 其实很多太平洋游轮都会挺高波拉波拉岛 也许乘游轮去体验岛上超级奢华的生活 会是性价比最高的方式 你觉得呢 来自旅行长一点知识有什么问题 请留言缓转发点个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我们行影不离